一嘎辣酒,晚安 各位听众,晚上好 我们七月份的故事主题是 稍微有点恐怖的故事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 叫做冷冻睡眠 2037年,地球上忽然出现了一家 专门搞人体冷冻的公司 只需要交一万元 就可以冷冻你一百年 很多身患绝症的病人 和想去未来冒险的富人们 都钻进了冷冻仓里 期待着科技更加发达的一个世纪以后 它们可以复活 可人们不知道 这家公司在银河系注册识别的类型 其实是冷冻罐头厂 产品保质期就是一百年 大家听懂了吗 好的,祝各位晚安